學員們跟著老師跳起暖身操 活動四肢筋骨 為接下來的課程 做好充分熱身 雙手在外面 雙手在外面的時候 有鑑於婦女夜歸時 被歹徒搶劫 或是性侵的案件 時常發生 逃使警察局 附幼對稱的暑假 安排婦女防身影的活動 教女性朋友防身術 學到什麼 防身術 好玩 好玩 現在治安也很不好 然後覺得一般來講的話 女性的話 應該要學一些防身 就是基本的防身術 女性的態度是最重要 那我來這邊的話 也是說覺得不但能夠健身 能夠保身 參與這一次防身影的學員 非常踴躍 有即將到國外留學的女學生 也有國術底子的姐妹黨 教練示範的防身動作 看似簡單 但學員們實際做起來 卻發現沒這麼容易 有的坐到手快要打結 也有人動作不確實 都被教官糾正與提醒 下個月要去澳洲 打工度假 然後我媽媽就說 我們來練習一身好功夫 然後到他鄉就不怕大學了 至少一個技巧 知道說要怎麼逃脫 也不用說有蠻力去教 就等下掙脫 主要是攻擊壞人 所以就有比較特別的攻擊方法 跟武術不太一樣 就是有一些人體的要害 就是不能打的地方 除了防身術的演練 富幽隊也對婦女人身安全 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的觀念 加以宣導 還增加了很多的婦女安全的知識 包括人體的一些 要害的一些基礎知識 還有包括你遇到什麼狀況 應該有什麼應變的措施 簡單又實用的女子防身術 讓學員們是收穫良多 重要的是萬一遇到歹徒的時候 還可以發揮功用保障自身安全 只有邁出風台中採訪報導 感谢观看